楊錦翔演劇團最新推出作品 《明年或者明天見》 故事發生在台灣南部的一個名為 愛爾頓牆的汽車旅館 兩段非常特別的一夜情 一對是約定每年同一天 在這裡優惠的外遇男女 另外一對是把一夜情 當成日常生活的男人 他發生的故事 導演想要探討不同世代間的 愛情人生觀 兩對戀人因為一夜情 在三十年歷史的汽車旅館 在那裡優惠 舞台劇《明年或者明天見》 導演楊錦翔說 這間旅館就是偷情的地方 也是他們愛情的堡壘 那對我來說就很像是 每一段感情裡面 每個人的感情裡面 都有一個很神秘的堡壘在那裡 沒有辦法跟對方說的 所以這個舞台它呈現出來 雖然還是一個汽車旅館 中間會有一個很大的床 然後它的所有的家具 都圍繞了這個床 然後很像在保護他們 然後外面的世界是現實 兩段夜情有不同的愛情觀 年輕世代將愛情比喻成 久滔滔不絕的辯論 新世代的愛情哲學 而老一輩的外遇都在互相傾訴各自家庭的悲苦 有什麼怕的電子工廠找的 有裝電開不成 有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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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的來 有車啊 有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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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老王 那他們的 他們的故事反而被翻轉過來變成主角 所以是 其實我在想的只是說 我不覺得戲有辦法真正去為人療傷止痛啊 對 但是可能提供一個新的去看看對方犯錯 或者是自己犯錯的過程裡面 到底到底那真的是一個錯嗎 或者是它是怎麼發生的 劇場黃金卡司 莫子儀 謝銀軒 詮釋這一段長達二十年的不倫外遇 所謂道德的束縛 在我們身上比較強烈 然後但是相對的就是所謂的責任 還有應該要背負其的對其他人的責任這一塊 我覺得在我們這一段當中 相對於現在的愛情 注釋關係比較強的 而高音軒 蔡毅玲演出自由奔放的 新世代愛情觀 我們這一代其實跟上一代相比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包袱 但其實那些包袱也是看在個人 你怎麼去解決它打開它或放下它 楊錦翔演劇團最新劇作 從80年代的台灣開始說起 拼湊兩段沒有對錯的愛情故事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不用擔心